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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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相对于对公来讲呢 他离对公比较远一些啊 就是他的位置比较高啊 偏高一些 那么这个就是在父母的宠爱中成长 尤其是最受母亲的呵护 往往是产生一些依赖或者是恋母情愫 所以说选择配偶啊 要有其母亲的一些气质或者形象 其人感情丰富能够呢 体恤配偶 特别重视家庭生活和生活的情趣 这是一个感情线的位置偏高 那么这个就是偏低了啊 这个标错了 应该是偏低的啊 那感性的起端如果是在对公里面啊 就是已经在对公包裹包裹的范围之内啊 这是月秋啊 这是对公 这是坤公 那么那就是偏低了啊 只要是感情线清晰 也表示其人感情丰富啊 除了他为了重视家庭生活之外呢 他还能够重视什么 重义亲亲啊啊 对于朋友来说比较大方 对亲戚来说比较吝啬啊 常为别人的立身处境设想啊 能够体恤别人 慷慨 豪爽 善于应付一些社交应酬的活动 交友广阔 如果是说他的感情线很低很低 甚至已经到了智慧现象 甚至已经到了这个太阴秋 太阴秋我们说是也是前卫啊 太阳秋太阴秋啊 那么也是前卫 前卫就是说已经到了快月秋的位置了啊 那么这个表示其人自幼缺乏父母的照顾啊 容易什么产生一些逆反的心灵啊 缺乏父爱或者是母这个父亲方面的帮助教养 感情比较强烈 比较叛逆啊 所以对待朋友特别的热情 并且呢会得到朋友的帮助而成功 大多数感情比较早熟 心灵容易空虚 容易叛逆啊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当中的感情线呢 位置高低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只有困惑啊 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